首先要谈到的是任志强先生 任志强先生在中国最火爆的时候 不仅仅是一位著名的企业家 也是一位非常有话语权的影响力知识分子 那么据说是任志强先生的读书会 每一场都坐无虚席 但是任志强先生的命运在过去几年里是出现了突然的改变 近期又有这样一张流传网络的照片 目前没有办法判断来源何处 到底是真是假 小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任志强先生的案件 他本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新疯传的这一张照片又透露了怎样的信息 任志强经常有人给他一个外号叫做任大炮 在2020年的时候任志强因为他经常就敏感问题 敏感话题直出胸易发表意见 他在2020年是被控经济犯罪罪名成立 那获刑18年 这个当时的很多评论 我当现在还记得说 这个任志强可能就是要在监狱中度过他最后的一段时光了 但是呢 在今天稍早的时候 在网络上社交媒体上 有一张照片传出 这张照片显得显示的是任志强和一众 可能是他的好朋友们坐在一个看起来是水库或者是某个度假村的这个户外呢 一起就餐的一个画面 那在画面中从左往右数的第三个人呢 就是应该就是任志强你看他白发 白发桑桑只有这个脑门上有一座黑毛了 那也可以看到了他的这个 大家就在想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那有人就说这张照片是显示任志强近期那重获自由了 但是也有人立刻就反驳说 这个任志强的18年获刑是实实在在的 那这个时候尤其是在愚人节前后传出一张这样的照片呢 大家都觉得你这样的造谣呢也没有什么样的水平 但是我在上节目之前呢 我特地去对比了一下任志强在入狱之前的 就是在2019年前后的一些照片 当时也有他这种板寸的造型 也是在脑门上的有一点点的这个黑色 这个深灰色的头发 那么在最近传出的这张照片上显示任志强的这个形态呢 那我自己觉得是比较接近2019年时期的这个任志强 在入狱前的那段时间的一个这个外贸的状态 但是这张照片真的是是什么时候拍的 那没有办法下一个定论 当然了我们都我就我自己来说 我是比较希望这个是确实是在2024年4月 或者是三四月份前后拍的这样一张照片 也揭示出这个任志强可能是 是不是获得什么特赦了 或者是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这个赦免 可以享受自由的时光 因为毕竟在过去的节目中 我们都有讨论说六个大字 这个四个大字还是六个大字 只说不做 是不是任志强也被只说不做了 我很好奇 和民先生是不是被只说不做了 OK首先我们判断一下这个照片了 我们的这个导播放一下这个照片 因为是我刚刚看的这个照片 我的首先第一个我们承担在技术上的分析啊 我现在不知道现在北京的天气的温度 已经到了这么高的温度了吗 嗯是二十几度 啊二十几度 所以大家可以传这个衣服出去 呃我今天还特别查了一下 呃就是摄氏让十几度到二十度 大概这样的一个天气似乎是有可能啊 北京应该没有这样的那个地貌那个后面的那些青山 应该不是在可能不是北京啊 但是所以首先我们第一个判断就是说啊 在什么地点啊 他的温度和现在的状况是不是合适啊 因为我能够想象的就是纽约嘛 其他我就没有什么啊 这个太多的判断这个照片的真假啊 但是我讲有几点这个观察 第一我跟小杨的心情一样的 我们希望任志强先生呢 这种照片是真的啊 因为坐牢对任何人来讲 除非他这个真正的一个暴徒啊 往往因为经济犯罪啊 尤其是思想犯罪 政治犯罪最好是得到自由啊 这是我相信我们的观众一样的这种期待啊 但是第二点呢就是根据我的了解啊 就是最近几年啊 在有一个方面砍得非常死 就是呢保卫就医 因为保卫就医成为 一度成为很多人被判刑 后来很快就就 第一在监狱里面享受特使待遇 第二可以尽快的啊 开一个什么单啊 这个很年纪啊对吧 心脏病啊或者是什么病啊 然后就离开了这个监狱 所以呢后来凡是以这个名义 离开监狱的人重新进行身体的 离开审查 而且呢不是有离开的那个单资啊 或者是你所在的监狱 或者是你的一些关系 而是由特殊的单一来进行审核 所以很多人重新呢进入了监狱 比如说公安部的副部长 也是一个红二代啊 叫李济周啊 那么他出来啊 跨过了几年 但是最后一顿犯跟朋友们说 这一辈子就见不到大家了 我认为他是很真实的 就是申请到允华案的公安部副部长啊 这个李济周 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啊 除非真的是开黄翁 否则的话呢 任志强先生被释放的可能性很低 但任志强先生这个案件啊 我真的是了解的非常少啊 到底是多少是真实的 多少是诬陷的 但是一般认为 他是以赢负罪 那以赢负罪在当今的世界里面 已经是只有积极没有司法的国家 或者过多的这个政治的干涉司法 才出现的这个案子 所以呢我不认为如果是因为言论的问题 那任志强先生的这些言论呢 那怎么样也不能18年 对吧 18天都已经多了 对吧 所以呢 但是呢 我是知道任志强这个名字 因为媒体上整天都出现 甚至华尔街日报啊 有一次还做了一个视频 说任志强准备退休了 我是第一次看任志强的视频 哎 我就觉得这个人讲话跟神讲话一样的 好厉害啊 所以我后来就看了他写的他的传记 他自己写的 然后他讲了一些文章 那我一看 我一看任志强是一个80年代的这一代人啊 他的思想基本上就是80年代的那种向往西方价值 或者是类似于这种话语系统 跟当今真正的世界潮流其实是有一些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但是很服务呢 现在对中国的体制很不满的这些人的心声 所以呢 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支持者 这个也是我对中国的这个现代化 有时候有一点担忧的原因 就是这些年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 这些人呢 很多我也熟悉 我也很佩服他们的勇气 也佩服他们的这个运气啊 这个他们在中间呢 创造了很好的财富 这是了不起的 但是他们有时候把自己的财富啊 这个把自己的财干过于的连接在一起 把这个时代给他的机会啊 过于的放低 反而认为呢 他这种机会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不知道中国的形式已经产生非常大的变化 世界形式也产生很大的变化 引用传统的那种小技巧的方式 关系户的方式 来再创造一个自由的财富的基础的激励 其实是非常之低了 不要说在中国这样的市场 你在美国试试看 你在欧洲试试看 你真有本事 你到美国来展示一下你的才华 其实是非常不隐匿的 但是有一批企业家已经很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他们就只能喝酒啊 只能骂娘啊 只能去支持他们心目中间的一个精神的偶像 但是中国政府又在这个时候非常愚蠢的 去打击他们的言论自由 从来就造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里面的首项的责任啊 是中国政府 但是其次呢 80年代出来的成长的这批企业家 自己也在想一想 自己如果不能上习近平的船 是不是就真的是到美国来 跟我们法拉盛分一分算了 如果你真要在中国的话呢 真是有一些危险 因为习近平似乎是有那种洁癖 有那种清肠的那种气势 而像我这样的人是说不了的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公共知识分子 那么对于整个中国情况的描述 可能会觉得有失偏颇 或者是停留在80年代某一些自由派的思想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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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